哈啰 恭喜你 多謝大哥 多謝憲哥 不要再說什麼 恭喜 恭喜 戴耀明宣布將要和圈外女友 Anna拉近天窗 我們娛樂新聞台的主播 許文軒知道消息 第一時間找到耀明回應喜順 耀明就透露 和Anna相隔多年再復合 還承諾結婚 原來和戴耀明身體 突然出現狀況有關 早前她擔心自己患上骨癌 我們這些經常拍打氣 經常很容易受傷 日漬如雷 腫了一塊 兩星期都不散 我去看醫生 想著沒什麼 誰知道醫生都沒什麼 要是糧 要是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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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一個很害怕的戲 對 我灰了 畫面都黑白了 我走出來的時候 不如這樣就完結了 未必會死 但我想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很多事情留在你那一刻 這份工作也做不到 做不到演員 其他事情都要放棄 其實很灰的情況下 我第一個跟媽媽說 第二個就跟她說 大家說得很灰 差不多是那些 如果我有什麼事 幫我看一看我媽媽 那些事情 因為我預算是七八成有 因為那件事很硬 好像骨 然後她就安慰我 沒有什麼的 驚人天相 因為那時候還在等報告 還沒出來 如果沒有什麼 大家要說笑 說話衝起一下 還有真正的意義 就是希望大家有個盤 走下去 正當她們對病情打定輸數的時候 檢驗報告一出 原來身體並無大礙 姚明就表示 這麼峰迴路轉的發展 雖然她和家人嚇壞 不過也令她更加珍惜眼前人 訪問之間 也聽得出她非常愛惜准太太 還向我們公開太太的靈相 原來准太太 Anna 還很有藝術天分 她有時有些烏龍野是挺好笑的 她和我其實差不多 都是喜歡一些開心心 有時看東西比較簡單 很容易笑 但她喜歡畫漫畫 所以她的世界有時也挺有趣 挺簡單 好像我之前看到一張照片 她畫的 她刻意畫你和她 當你看到的時候 你收到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收到的時候 我覺得畫得少 但好像醜醜醜 可不可以畫漂亮一點 其實她平日經常畫的 她很喜歡畫連續六格的漫畫 說一個故事 我經常叫她 你有時間 或者有多餘的錢去出書 是挺有趣的 因為她 總之她的世界有時也挺有漫畫 挺卡通的人物 那就適合你了 一拍即合 對 也可以畫你 你也很漫畫 結婚計劃是何時進行的 我們也有想過初步是年尾 想大家最親人 吃飯 好像開派對 就算了 這次的經歷 除了令耀明和Anna 有情人忠誠眷屬之外 也令她明白健康盛於一切 至於做人大計 她就說真的要想清楚了 希望她可以健健康康 對 最重要是大家都健健康康 因為自從這件事之後 我發覺 老實說 如果我不幸 觸碰了東西 你突然銀行 過兩億給我 我都笑不出這件事 我發覺原來做人很簡單 健康 你覺得快樂 跟你想的人在一起 做到你想做的事 就已經很開心 剛才知道你快結婚 有沒有想過 快點催你生小朋友 我計算過這件事 這件事有點棘手 她十歲我都六十 也不是這樣說的 我在想 她剛打籃球的時候 我有沒有精力跟她打籃球 你自己怎樣想 這個方向和太太 未來太太有些 都有沒有開始計劃一下 或者商量一下 我們都隨緣